我们现在来做的依据科目的资料 我们来做一个回归的 就是做一个回归跟Alobar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他的X,这是他的Y 那这边会有几个重复 像1451这边就有4个 1877这有4个 那2030这4个 像那个2729就有3个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 做一个回归的这个样子 是这样 它是一个散步的 那我们来先画一下 我们这边是怎么去做出来 我们可以看出来 把它点一下 我们就把它放大一点 看起来比较愉快 我们可以看出来 用这个 这个Weather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用Scata Simple Regression 然后XYPair 然后1跟2 这边 那所以我们这边来做一个新的 OK 我们新的 新的QuadPad 我们做一次给大家看 我们首先呢 就是选Scata Gata 然后Simple Regression 我们记得是Simple Regression 在这边 OK 好 XYPair 一对哦 然后我们去选 X跟Y OK 那这样就完成 那你就画出来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先都关起来 这个其实还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如果我们的资料 要把它转成这个样子 因为你要做AeroBud 是有一些限制的 是有一些限制 这是这个是原始的资料 那我们这是这一个资料 那我们这个资料 就是在1451 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四个 这边有三个吗 那我们希望这四个 用这四个里面去做一个AeroBud 我们这结果是这样 是有一个回归 然后有一个AeroBud 反正你资料的摆放就 必须依照这个准则 那这个空的 空的这个 横的 是不需要 不过为了 展示的方便 因为我那时候转的 是转字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去做的 我们在Data 用这个GrowVisor来看一下 这边比较特别 要注意看一下 我们用Skata 然后他是By Direction Aero 双的双的双方向的AeroBud 然后我们是用Column Worksheet XYPair 那这样是不大对的 因为这个可能没有抓到 它应该是这一个 这个LowMint 还是Column Mint 我们等一下去试看一下 就知道了 OK 我们做一下看看 Column M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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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选这个Low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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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做得出来 下一步 我们是XY replicate 因为Y有数个 这比较特别 然后 我们X是 在这里 然后 然后 Start Set 因为我们有到这里来到五个 然后我们把它完成 这个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如果他这是只有三个 那四个到底怎样 这个我并不是很清楚 对不起 那这样就画出来 这样就画出来 那你这边 另外你还可以去加一些这个信赖区间线 你可以去加信赖区间线 然后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OK 好 再过来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个我们就是说 关起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下 如果你要做得漂亮 是要用这个方式 就是你的 你的X 你的Y它的平均值可以算出来 你的SD 这可以算出来 那你必须把你的资料把它做 做成把它摆好 把它摆好 这个XY这边把它摆好 OK 然后才能够做得出来 那我们这边把它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 来看一下 我们要在这里面 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 我们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你可以贴到这边 把它贴上 Transports 这一个 Transports 这一个 那这边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有没有 把它Transports 出来 这个我就先不要 好 那Transports出来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叙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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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叙述统计 然后我们开始跑它 因为我们从是从第二栏做到第十一栏 OK 然后它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这一个 这一个东西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找到了 它的平均值跟标准差 和标准物 然后 把它贴来这里 事实上这些都会都一样 我就是这样把它贴过来 OK 像这个都一样 就把它关掉 那我们开始来画它就可以做了 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个图了 我们来画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新增一个图 所以我们用这个scatter 用这个linescatter line 然后我们的simple strainline 我们单独的 所以我们xy pair 我们x就是这个 然后y是我们的平均数 y的平均数 然后如果你要做standard deviation 等一下 xy pair y是mean sorry 那这个 那这个 我们是 simple alobar 才对 我们就用 不是rollmin 不是rollmin 用washy column 我们这边都 全部都指定好了 我们的 x y mean 然后alobar 选这个 然后就完成了 那就是 化成了这一个 OK 那如果你还要做regression 你必须哦 类似把 这个 这个资料 原始资料 拿来regression 再跟这个 跌图套起来 这样才会漂亮 那我在 做这个 alobar这边的讲解 就到这里 谢谢